那第二月章 以前是我们 其实我刚刚跟他们讲 我们成立三年多来 今天才是第一次完整的 什么叫十月章的演出 以前我们都是一个月章一个月章 因为我告诉你 一下子要去推广 这个十月章也是很难接受 我们跟你们 我们比较晚的月章 然后刚刚之下 接下来第二月章是我们已经去 推广十几次以上 因为才十几个月章 很好了解 而且也学历很多 这个月章就是苏柏特 我跟讲苏柏特的课设里面 我今年跟穆贝尔老师跟张雅清老师 在台东国家科学院的小剧场 我们也是绝美苏柏特的主题 就是穆贝尔老师老师谈 流浪者放小剧 苏柏特的作品里面 流浪死亡 这个因素都是 一直在他的作品里面常常会出现的 你看等一下出现这个 几乎是我认为苏柏特最美的流浪者诗歌 可是我们让大家比较一下 他有一首钢琴曲就是 流浪者幻想曲 然后其实这个又从他的艺术歌曲里面飘泊着里面的学历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请卓老师 卓老师是穆贝尔老师的高徒 当年在小明明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穆贝尔老师来教 卓老师是他教出来的一个高徒 所以他们师徒一半相诚 等一下你就知道 卓老师谈出来这一段 就是那个流浪者幻想曲一开始的主题 一开始的主题很美 你就说那个虚无飘美 有那种甚至浓厚的感情在里面 我们请卓老师先把这个主题谈一下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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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